永和區永元里11號中午 舉辦銀法共餐活動 而里長發起了一人一菜色的方式 讓共餐菜色更有變化 這當中呢 還有民眾帶來自家栽種的有機蔬菜 現炒 美味又健康 這時候是一家人 現在還是一家人 走前的手 點拼的點 里長唱著我們都是一家人的歌曲 也讓現場變得更加溫馨 而今天是永和永元里的 銀法共餐時間 大家聚集在里活動中心 享用準備了餐點 里長呂卓春瑩表示 今天的菜色都是志工們 以一人一菜的方式所準備 還有些青菜是自家栽種的有機蔬菜 風味當然不在話下 我們今天里面辦這個共餐 是資源回收的經費 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因為有很多熱心的志工 幫忙我們里面清潔 資源回收分類 大家一起分享 都不用花錢 有機達人種的蔬菜 還有個人的才藝 個人的美食 大家一起來分享 很快樂 永元里每一個人都很快樂 在頂樓種很多蔬菜 絲瓜啦 菜豆啦 地瓜葉 然後今天我們永元里 正好有這個機會 我們就把我們家裡 送的地瓜葉 菜豆 煮一煮 都是有機的 這樣比較高興 大家很久聚在一起 比較高興一點 永和區長吳新邦也來到現場 和大家一起共餐 更帶來蘋果和蛋糕 與大家來分享 區長表示 透過共餐的推動 也讓社區間的感情變得更濃厚 期盼各里能繼續推動 引法共餐 氣氛就把它炒熱了 又會唱歌又跳舞 讓老人的話 那個春風 春風滿面來吃得很開心 而且每個人種的菜 都不同的口味 真的是很好吃 我們也是希望說 那個各里或各社團 能夠繼續來推行這老人共餐 來帶給我們社區的老人 一副很溫馨 很幸福感 而永元里在資源回收工作上 相當卓越 這次也特別利用 支收變賣的所得來舉辦共餐 除了關心理念的老年人口 也趁著這個機會 慰繞志工平時的辛勞 讓永元里這個大家庭 越來越團結 越來越有人情味 中家新美新聞 永和採訪報導